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菲菲老师 那今天呢,我们要来进行我们的脑力训练 就是我们的脑力体育课 那我们今天的脑力体育课呢 就是要训练我们的故事创作的能力 也就是说我们要开始写作文了 也就是说,是我最害怕写作文了 没事啊,不用去担心啊 就是念念我们的文笔,念念我们的文采 没关系,能写什么样就是什么样子 去激活我们的大脑啊 那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啊 我们首先呢,第一个训练就是看图创作我们的故事 这个要求呢,是看到图之后 写一段差不多100字以内的小故事 要结合图片内容,好玩有趣 没有任何的逻辑都可以 但是呢,要觉得和谐和理 可以天马行空的去畅想去想象 那我们训练的目的是训练看图编故事的这个能力 看图故事创作的能力 整体和细节捕捉的能力 以及我们的联想能力 举例,比如说我们看到这只猪 嗯,你第一时间有什么样的感觉 你能够通过它 你给它去创造一个怎样的画面 怎样的一个故事 比如说,老师 我听完这个课程 我是不是就可以去考导演戏了 我是不是可以考编剧了 我觉得有前途 OK,来举个小例子啊 先给大家来去开拓一下我们的大脑 比如说深夜 小猪法官啊 喜欢呢,去打扮自己 把自己打扮得非常的精致啊 精致的妆容 翻开研究已久的书籍 然后猪八戒是怎样背媳妇的呢 啊,助理猫头鹰已经熬无助了 在旁边,天哪 心想你这只猪 你天天在想什么呀 我干脆把你变成这个猪头算了 这是一只魔法猪 对,你可以各种各样天马行空的去想啊 都可以 最重要是你看到一张图啊 你能出什么画面 对吧 你能够把它创造成什么样子来 背不住我们这里面就能出现小小编剧家呢 嗯,非常棒啊 再来看一下 我们升级一点点难度啊 比如说两张图结合到一起 我们可以想到什么画面 锅锅和一座山 这只锅锅占领了一座山 可不可以 某天一只锅锅突然想到王室 一气之下 哇,踹毁了庄座山丘 山崩地点 周围的山民特别的悲催 是不是啊 对,注意啊 就是你可以去延伸的去发散我们的思想 有起因,有经过,有结果 时间,地点,人物都要咬 这样的话它是比较完整的 当然你可以直接的深入到主题 出一个画面啊 都可以啊 来,这个乌龟兄弟找事儿 心想我也要来抽个热闹 那来,我们来看一下怎么去联想 嗯,都可以啊 可以多多地去想 去感受一下 你看,突然间出现一只老乌龟 用它的葵花点铁手制作正在锻炼大地 叮叮叮,闹钟想,原来这是一场梦 天哪,谁是梦呢 庄生梦蝶 嗯,到底是 我是蝴蝶啊 还是蝴蝶是我 得出一个画面啊 这个都可以啊 给大家开个场 你们自己去联想 自己去出画面啊 想成什么都可以 第一个是我们的看图 我们去联想 还有我们的词组情景故事 这我上一节课程 昨天已经讲了 词组情景故事 就是把它编排成非常好玩 有趣的画面感 就可以把它转成画面 学校,包子等等 别说早上起床 我要去学校 要去学校的 我突然间发现 脸上长了一个大包子的痘痘 然后花花草草都不能遮住 然后就想大声的尖叫医生 嘴里面 然后居然吐出一颗种子 然后就把它种在了工厂里面 然后去做善意的工艺 让穷人每天吃着披萨 吃的太多胖乎乎的 蒸着就要减肥 减完肥就好累啊 就看会儿警匪篇 放松自己 老师,这没有任何的逻辑 没关系 你一定要切换你的左右脑 就是你可能是用左脑 再去看这个文字 但你的右脑 一定要把它转换成画面 这个就是和我们图片 联想有个最大区别 你看到画面 它其实直接就把你掉入到了 右脑的思维 直接成像了 所以你一定要有一些画面感 要有一些画面感 我们还可以再扩展一下 比如说用这种方法 我们去调动我们的大脑 去写灵感作文 灵感作文 我在下一次内容里面 我详细的再去讲一下 这里面我不延伸的去讲 因为我们今天的重点是 练我们的故事创作的一个训练 还是一个小故事的一个编排 不是整篇的一个文章 不用头脑风暴 你就理解的就是 在你的创造的想象力里面 潜意识里面 然后你把它去创造出来 你在去想这个画面的时候 你可以去感受这个画面 去感受这段文字 没有任何的借口 没有任何的阻碍 你去联想它 所以接下来就给大家一些内容 你们就按照我们给的东西 你们可以进行一个创造 比如说我们看到这张图 你可以出什么样的画面 你可以出什么样的画面 我们去写一下 买一组 差不多100次左右就行 我觉得不用特别特别的多 就是简洁一点就可以了 但也不是造句 但也不是造句 简洁一点就OK 再比如说这个金子 这个埃及法老在打电话 对吧 你说埃及法老这个 正在给你打电话 告诉你 插成报要来了 赶快躲起来呀 这是不是也行 但是你要尽可能的去发挥 你的想象力和创造能力 尽可能发挥你的想象力和创造能力 那给大家准备了一些画面 给大家准备了一些画面 大家都可以去尝试去创作一下 有单幅图的 也有两幅图 也有两幅图的 然后呢 我们都要把它去连接起来 做一个故事创作 以及我们文字出图 文字出图有个要求 就是看到这些文字 你要把它编排到你整个的故事里面 合情合理 而且还生动有趣 有画面感 合情合理 生动有趣 有画面感就可以了 OK 有两组文字 给到大家 有几组文字 给到大家 大家自己去做一下 一共三组 第一组呢 只有三个 第二组呢 差不多是五个 第三组呢 是我们十个文字 我们来做一下创作 今天内容稍微有一点点多 稍微有一点点多 你可以这样 单组图里面 你找出一到两个 你的时间如果多 你就每一个都写 你的时间比较短的话 你就只写一个就可以 那两组图在一起的也是如此 时间够的话都完成 时间少的话 你就完成一组 你自己选一组图都可以 文字的话 文字的话要都去完成 因为本身我们学习工作生活当中 要遇到很多的文字 这就是训练我们故事编排的一个能力 所以呢 大家都要去完成 好了 教伙们今天的作业训练已经留完了 记住天马行空的去想象 一百字以内的一个小故事 没有对没有错 但是呢 这里面又要动左脑 又要动右脑 然后让我们慢慢来去感受吧 写完一遍以后 我们还可以稍微再去修正 完善一下 让它变得越来越有趣 好了 小伙伴们赶快去行动吧 菲菲老师期待着我们 非常天马行空的故事创作训练 加油吧 我们下一次内容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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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